老爸 我回来过年了 女儿回来了 穿得这么时尚就回来了 还好吧 女儿啊 老爸想问你 你在广东上面 到底是不是在墙里面正经上班呢 肯定是啊 我在电子厂上班的 你还想蒙老爸呢 老爸也是见过四面的人的 再说说你身上穿的这衣服 这件衣服啊 起码也好几千嘛 哎哟 鞋子也是大牌子的 这个也好几千吧 那手上还有个手机 我看一下 还有三个摄像头的 这不是最新款的水果十四吗 这个也得花好几千吧 你说你是在床里面上班的 三四千块钱一个月工资 你怎么能够买得起这么好的东西呢 那也是我自己存钱买的呀 行了 你也不用狡辩了 你在外面做什么工作 村子里面都传电了 老爸 怎么了 你这什么意思啊 怎么了 以前老爸怎么教育你了 要正经一点 不要去那个什么夜总会的出没去上班 不要站到小巷子里面 赚那些不干净的钱 谁去夜总会上班啊 谁站小巷子啊 我在电子厂上班啊 你也不用再说了 啊 村子里面消息玲珑的很 村子里面好几个人见了你在那里上班啊 他们胡说八道根本没有那回事 行了行了 不要再狡辩了 难道要我老爸亲自抓现场吗 啊 你不觉得尴尬 我家那个老脸都丢完了 老爸 你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 你也不多说了 啊 真啊 你年纪也不小了 既然今天这次回来 你就老老实实的趁着年轻 趁着年底很多的外地回来男孩子 相信结婚 我不相信 我还年轻了 我还要多玩几年 你还年轻啊 同村的丛林啊 谁不结婚啊 小孩子都打酱油了 结婚有什么好又不自由 等下结婚又生小孩 身材又要变样 我才不要结婚了 你还有这么多理由啊 啊 你还想干那些不三不四的工作啊 丢不丢脸 你都不知道村子里面怎么评价老爸呢 说老爸啊 教子 那个 不会教子无方 叫的你这种人出来啊 影响到时候影响你哥他妈呢 反正我不想请 你不想 不想 你老老实实听我的必须相见 那个梅言我已经联系好了 叫阿泽大梅言 明天过来带你去相见 回去回去 那好吧 真是 脸都被你丢完了 哎 阿贾娜 你的情况 你老爸呢也一无一时的跟我说过了 啊 还说你不想结婚 年纪到了 总归要找个好归宿 好好过一纸 不然老是想着玩了啊 啊 这里就是阿强家了 家庭条件虽然一般 但是人啊 老实靠谱 我跟你说阿贾啊 按照你以往那个工作经验 那个特殊情况啊 啊 你要想找个优秀的男人娶你啊 估计有点难度 还是找个老老实实的当结婚啥 好过一时啊 行吗行吗 反正都来了 那就看一下吧 那行 阿贾 阿贾 喂 要老婆都要 哎呦 阿贼大没人啊 是啊 你不是三十多了还没结婚吗 啊 这不过年了 很多女孩子从外地回来了 那 今天带个美女给你相亲啊 哎呀 阿贼呢 哎呀 阿贼啊 啊 这不就是林总的女儿 美丽真吗 你也认识啊 哎呀 能不认识吗 远近文明啊 哎呀 是啊 人家顶能赚钱 又年轻漂亮 很多人认识也是正常嘛 赚钱 赚到是快钱吧 啊 阿贼啊 你也不要怪我说话 直白 他就是在广东东 东莞上夜班的 啊 经历过大风大落 哎呦 你把他介绍给我啊 我可勾攀不起啊 漂亮啊 去哪里走啊 现在男多女少 啊 漂亮能当饭吃吗 啊 你不要看到现在这个情况啊 如果是跟我结婚了 他肯定是要有车 要有房 啊 他要有存款 即使我自己没有 我借几十万来 取他回家 啊 像这种女人啊 他也不能长久 到时候他跟我离婚了 那我这几十万不是花了 那个冤枉钱 要何必呢 不用几十万那么多 他说了 就二十万家里可以了 啊 二十万难道就少了吗 啊 最重要啊 这种不是顾家的女人 不要多说了 阿贼啊 这种女人啊 我是肯定不要的 哎呀 而且啊 你考虑一下嘛 不用考虑 但是啊 像他这么漂亮啊 做老婆是不合适 如果做我女朋友的话 我肯定也不嫌弃 我愿意出点钱玩一玩 哎呀 你看你老实 怎么那么多外星师啊 那就说不愿意了 哎呀 看你真的 所以人家不一定愿意啊 哎 人家就想找个老实人 那个过意思 哎 行了行了 不用多说了 既然你来都来了 好 给个红包你 不用你白跑一下 啥子有合适的 顾家的 你再给我介绍 这种女人啊 送给我都比较养不起 阿贼 不用说 考虑一下啊 哎呀 我还看不上你呢 一点眼光都没有 阿贼没有 又一字啊 快不到你一把年纪了 还单身 阿贼啊 你怎么给我介绍这种人啊 哎呀 我也不知道 他也知道你的事情啊 看来你的事情 真的是 很多人都从变了 我以为这是隔壁镇啊 他不知道 哎呀 要不这样吧 既然隔壁镇的人都知道了 我再 带你去远一点 隔壁再隔壁镇 应该没人知道 找个老实人 行吧 行吧 走走 阿生啊 要不再聊点一下 啊 还了解什么啊 通过刚才在里面交谈 我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啊 哎呀 怎么啦 人家也是能赚钱啊 赚的比你还多呢 他赚那个钱都不干净 啊 还要求我有车有房 有存款 啊 我的 现在的条件都不满足的 哎呀 也不多啊 就要求二十万而已啊 二十万我也拿不出来 即使我能借到他 啊 借到钱 娶了他 他以后都不知道能不能伤孩子啊 哎呀 那你没试过怎么知道呢 啊 哎呀 现在男都女少 老婆不好找 你不要那么挑剔啦 阿生 就算我打光棍 我也不要他啊 啊 我流量二十万 我自己过日子不潇洒吗 这么漂亮 你不要 你想怎么样 哎呀 漂亮是漂亮 啊 做我女朋友也可以 做我老婆 我坚决不要 哎呀 那个 真的是想打一辈子管棍 那个 红包 交给你 啊 那个以后有那个 踏踏实实跟我过日子的 那种女孩子 再介绍过来 这个我就不要了 把他带走吧 哎呀 也不要劝了 啊 哎呀 你这个秃头孙 我还看不上你啊 都快要掉光了呢 哼 哎呀 阿生啊 我做梅这么多年啊 就没遇到过 像你这样 这么难做的梅啊 哎呀 现在已经呢 隔了几个站的人了 啊 人家都知道你的情况 哎呀 你介绍的人 一点眼光都没有 我其实都是老实靠谱的 但是啊 人家一听说你过往的那个经历 啊 你经历了那么多故事 那么多大风大浪 人家都怕你啊 怕你 不会踏实过日子啊 现在 今天已经像了六七家了 啊 全部都听说过 哎 大不了以后我自己过哦 反正啊 你做过梅 我是 无能为力了 这样吧 啊 我把你带回你家去啊 啊 叫你那个老爸 并请公鸣吧 啊 走吧 走 林总啊 阿泽 回来了 像得怎么样 哎呀别提了 没像成 怎么会不成啊 我女儿这么漂亮 林总啊 啊 我做梅这么久 就没有做过这么难做的梅 啊 今天都 跑了几个家 像了六七家 啊 人家一听说啊 你女儿的过往 以前的那些故事啊 人家到摇头啊 啊 都不想 都不想跟她过一只 那你就介绍 不知道情况了啊 啊 能不知道吗 我以为人家不知道啊 哪知道 都全变啦 只爆不住火啊 行了吧 林总 我也无能为力了 啊 你另请高明吧 哎哎哎哎哎哎 你再帮一下 红包也不用给了 行吗 好了吗 啊 爸 你干嘛 干嘛 你就是干了这种工作啊 别人看不上你 当初你小时候老爸怎么教育你的 劝你多读书 有知识 有文化 找份好工作 也能嫁个好老公 家庭幸福 你就是不听话 初中一毕业 你就去找工作 还找了这种不 这种歪门邪道的 赚了快钱 老爸我这种工作怎么啦 这种工作 又轻松 来钱又快 你不觉得丢脸吗 啊 传出去 比较怎么评价 你不看看你以前那些闺蜜 以前的同学 啊 认真上学 小孩 家庭 都完美 你呢 现在什么样子 哎呀大不了我自己过啊 我自己轻松又自在 自己赚钱自己花 你说的到精巧 你年轻可以自己过 那你老了怎么办 老了再说 你这个真是要气死老爸 我跟你说 今天香不成 明天我另外找个没人继续香 阿姨 老爸 我不香了 我本来快年回来就是想好好的陪你 你老是叫我去相亲干嘛 你这样子 我让我就去广东了 哎 哎 去想广东能解决问题吗 啊 你现在不是回避问题吗 反正我不相信 不行 必须留在这里面 那我走了 哎 哎呀 你真气死我了 啊 那你去吧 要也不用回来了 真的我没有你这个女儿 哎呀 哈哈 哎呀 都怪我啊 啊 教育不到位 哎呀 好了 现在没有能力 没有知识 走上去那不归路啊 一辈子都毁了 反正啊 现在混起来了 小孩子我也不要 以后啊 你把小孩子看好点 以后你走你的阳光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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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哲 我跟大老友看到你老婆啊 坐电车走了 什么情况啊 离了 什么 离了 你赶紧去追啊 追有什么用啊 啊 留得住她的人 也留不住她的心 什么意思啊 先做 大哲 是不是你犯错误了 我没有错 错在我生不逢时 生在了一个男多女少的时代 生在了这个女性地位高的时代 啊 我没有错 那到底什么原因离婚啊 哎呀 管了那么多 离了都离了 反正啊 这个村 我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你想一个 你自己不知道是这种情况吗 嘿嘿 还有啊 你看现在 哪个村没有一大帮 结婚了 几个月了 一两年两三年 离婚了都大把多 啊 现在这个社会 哎呀 正常了 见怪不怪 找就找呗 关键是啊 现在男多女少 很难娶到老婆了 你缺少个老婆啊 你这个家 谁帮你照顾 哎呀 不在乎 天长地流 只在乎 成丁拥有 我有过 我一定知足了 再说了 如果她 一辈子 就跟我一个人 那其他的官官 怎么办 哪里有机会娶到老婆 难多女少那么多 哎呦 阿泽啊 你说这话 我就特别佩服你了 你是拿自己老婆 贡献出来给其他官官啊 难道不是吗 她离婚了 她肯定要找一个 单身的 再结婚了 是不是 那结婚一段时间 她过不下去 她要找一个官官 结婚 就这样反复的 结婚离婚 再结婚离婚 她离婚歸 结婚一次 就不是解决一个官官问题 是不是 那些娶不到老婆的官官 那辈子是不是就可以 拥要老婆呢 虽然说 只能拥有一段时间 幾个月或者几年 但毕竟 也曾经拥有过 也不led so 一辈子打官官哪 难怪嘛 我就说没见到带小孩上去 原来是为了方便再嫁 还是你看得懂 是不是 要不然现在 难道女小这个时代 那么多光棍 女孩子那么小 那些光棍怎么办呢 也都有 我啊 毕竟我也拥有过老婆了 这辈子孩子也有过 老婆也有过 也当过老爸的感觉 也没有什么遗憾 也算完美了 美中不足 但是阿泽 你看你们是离了婚好 小孩怎么办呢 哎呀小孩 你说的话什么意思 小孩我尽量把他照顾好 只能这样 阿泽 你一个人也不好照顾 你要工作要上班要挣钱的了 单亲的家庭啊 小孩子性格是有缺陷的 你不像我 我离了婚 我又没有小孩 大把都有这种情况 要不是我一个 那些啊 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 把他抚养好就行了 阿泽啊 你看你要比我年轻 干脆这样啊 到年底了 大把中广东回来的女孩子要相亲 要不啊 叫隔壁村那个李媒婆重新给你介绍 算了 不考虑了 啊 你想一下 我在叫别人相亲啊 像我这种结过婚了 肯定也是找到那种二婚的 说不讲还三婚四婚的呢 他照样要我十几二十万彩礼 还要我买车买房 啊 那几次婚下来多少 你得花几十万啊 花了几十万不要紧啊 关键是 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跟他过多久 说不讲啊 过几个月 他要跟我闹离婚要跑了 我已经被伤害过一次了 你说我花几十万 啊 取过了 我再过几个月 我要离婚 哎呀 上不起啊 何必搞得自己那么累啊 说的也都有 花这个彩礼 要不在一起多长时间 要离呢 现在啊 女性地位高 人家咬得挑 可以随便离 大胆离 啊 我们啊 只能说 憋曲一点了 啊 没事 反正这辈子 基本我也想开了 啊 我也没什么追求了 我就 把生我的人养老 把我生的人养大 我这辈子也没什么遗憾了 也对哦 听你这么一开导啊 我以后也不想结婚 反正啊 要花几十万 娶个老婆 还不如拿着几十万啊 把下半辈子过好 那不是 现在生活过得那么幸福 下半辈子啊 我也不来了 我还不如留着那个彩礼啊 跟林总你兄弟都喝两杯 是不是 也是 反正人生短短几十年 怎么过还不是过 只要过得自己开心快乐 那就行吗 何必要搞一个祖宗回来供着呢 真的是花钱买最少 林总啊 人生还是很美好的 是不是 但是啊 下辈子我也不来了 开门 开谁啊 想开门啊 阿超 你反天啊你啊 怎么反天啊 给我吹彩礼啊 我跟你说啊 你女儿 我现在跟她离婚 你把那个彩礼退给我 怎么回事啊你啊 怎么回事啊 他好意思说吗 一天到晚 傻也不干 整天去打麻将 打不喝 孩子也不带 家务也不干 嫁给我这几年了啊 从来没有做过一顿饭啊 没有洗过一次碗 没有脱过一次地啊 哎呀 我的女儿 嫁给你是给你做保姆的啊 我是叫让她给你 嫁给你是享福的 那难道给我 嫁给我当祖宗呢 给我供着她吗 你这不知道啊 从小都是我们捧着手心怕话了 喊在嘴里也怕那个什么的 你以为她还小吗 这么大个人了 孩子也有了 那 而且整个夜不归宿啊 她宁愿去酒吧里面 跳出一顿汗 也不愿意在家里面做一顿饭 你说 我还要她干什么 哎呀 要财你没有 要命有一条 我跟你说 我的女儿在我家 两寸水我都没要她碰过 你跟我急 我当初花了20万财你 就娶了这么一个破娘 赶紧推财你给我 没有20万你推给我 10万也行 我要重新找一个 一毛钱都没有 泼出去那水 我还给你推 你想多了 行吧 就当我20万买了个教训了 你爱买不买 这种人 这种婆娘 我看谁敢要 没有人要 大把人要 我看谁能伺候你这种 没有公主命 要得着公主病的 哎呀 你不要骂我女儿 哎呀 女儿啊 怎么说你好的呢 你说一下 你就应该多多帮衬一下她嘛 向阿泽已经够容忍你了 你现在你看搞成这个样子 还被人退货回来 多丢人了 哎呀我的老脸啊 你说吧你回来这个家 到时候你嫂子一看到的话 又要跟我吵起来了 哎呀 行吧 我想想我跟你去找另外一个 没介绍一下吧 给你找一个 等一下 往本家 一天天的死都让人超不睡的心 走 我跟你说啊 等一下你啊 一定要好好表现 哎呀真的是 要不要老婆 哎呀 哎呀 你女儿啊 对啊 今年 这里啊远近闻名啊 什么嘛 我女儿配你绰绰友谊 哎我的天 你看你那个毛 头发都掉光了 都快要40欧的人了 你还挑三点四 你到时候我跟你说 老婆都娶不到 我现在 我娶不到 我也不要你家的女人 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天天晚上不回来啊 夜不归宿 后事懒做 还天天打牌 看起来全副雷困了 不介绍来我这里啊 我打包打光棍我也不要 你带走吧 哎呀 我的天 你怎么想 走吧走吧 哎呀 我不要踩你行不行 不要我也不要 走 哎呀 你这个人啊 你注定打光棍吗 你啊 才真的是闲东闲西 我女儿再加三十道 也比你那个什么 比你要抢早的男人 哼 哎女儿 没事 我们再继续一家 真的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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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总啊 就不能谈一下吗 还谈什么 谈了那么久 你女儿刚才 什么都说了呢 啊 你不觉得女儿啊 推那些要求也 太过分了 哎呀 你像我女儿那么漂亮 而且跟你你说一下 你都40欧的人了 漂亮能当饭吃吗 你也不想想你女儿刚才提他条件 要我有一辆20万以上的小车 那还有30万的存款 必须要在现场里面买到房 还必须写他一个人的名字 那现在你不知道娶老婆男吗 娶老婆男的什么呀 我就是娶老婆过日子 我不是青春大伙回来供子的 啊 我跟你说啊 你刚才女儿也说了 她离婚七八次了 啊 还是要求那么多 我跟你说啊 别人不要的 我也不想要 我还听说了吧 炮神 你女儿啊 好赌成性啊 天天夜不亏宿 哎呀 我跟你说 你不要把女儿介绍给我了 我真的是啊 伺候不了 哎呀 可以改的嘛 能改吗 改的话 她刚才交谈中啊 她就不应该向我提出那么多要求 行了 其他也不多说了 你们请便吗 那这下这下人 那我不收你那个彩礼行不行 不收彩礼也不行 我跟你说呢 我即使这辈子打光棍 我也不要你女儿这样的 走走走走 都三十公斤都在挑三点四 我女儿就拿点配不上你 哎哟 哎哟 打脸啊 带你来七八家了 早都早不早都被轰出来 这是最惨啊 还从家里面轰出来 哎呀气得 能不能把你那个脾气收收 能不能不要去夜场那些玩 能不能少打点麻将 我的天 阿泽那么好啊 每天都是任劳任厌的在家里面做家务 什么都不要你碰 就是希望你在家里面多多带带孩子 多多陪陪他就好了 哎哟你搞成这样子 能改不能改 嗯 嗯 嗯 还行吗 反正 阿泽那里的话 你如果能改的话 我就带你去求求情 那么好的女婿 我不想 不想那个什么丢失了 走吧 快点 等一下好好的说话 要把这个改过来 要把这个改过来 我这次跟你求情 哎呀 阿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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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你账母娘啊 哎呀 前账母娘啊 来退台礼是吗 来来来 哎呀 阿泽 不要讲要财不财理的 哎 没财理对啊 那我今年啊 也说了 也是觉得你好 也想痛改减肥啊 我哪里好了 我根本就配不上你女儿今年的 他想要的生活 我都给不了他 整天就想花点酒地 啊 一个月 那个动不动要买衣服 买手机买化妆品 一个月花我几千块 哎呀 阿泽 你就不大大人不计小人过 哎呀 你就原谅他吧 他现在也说痛改减肥了 好好的跟你过日子 一个家没有个女的 也不得行啊 是不是 我觉得 他怎么一点都不像个女的呢 整天夜不归宿花点酒地的 玩到通宵 抄还抄烟还喝酒 打麻将打牌 所有男人的习惯他都沾了 就没有一点女人的习惯 他不在不在这段时间 我一个人自摇自下的 煮一个人的饭 不用煮两个 也不用洗两个人的衣服 那你现在就是他现在也知道错了 就不能原谅一下 原谅什么 他要是知道错的话 也不至于找到今天这个前提了 以前我没给过他机会吗 没说过他吗 他大凡听了去半句啊 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我说他他还不高兴 他要反驳我 还觉得他有你我错的 是我错 我配不上你女儿 你女儿很优秀 我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 好了吗 哎哟 小小气嘛 我现在我做个丈母娘 我都过来 陪他过来做 登门到线了 你就应该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你也比他年长五六年 他不是说我不要他大凡人要吗 啊 怎么不去 要别人来娶你啊 啊 哎呀 不用多说了 那个 我要回去做饭 也没有没有买你们的饭菜啊 哎哎哎哎哎 阿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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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吧 整天都知道花天酒地 像个男人一样 打麻将什么 现在啊 好啊 你去酒吧你们嗨 那么好多老公都被你搞成这个样子了 没了 他说带你去找门口一样 你看到你像见到鬼一样 跑都跑不了 你看到你都轰出门 哎呦 你说说你现在玩吧 让你天天去酒吧玩吧 我也管我也不管了 你还怎么样怎么样 我走了 咕咕咕咕 什么鬼 咕咕咕咕咕 干什么 推你干什么 下来了五六年了 孩子都不给我生一个 连这鸡都会下个大 你连这大鸡都下不出来 你没吼那么大声哦 老妈 我跟你说 阿兰他不是说生不了 只是他根本就不想生 我也给他做个不小时间工作 但是现在新时代的女性 就是这样我都说不通 现在我的二十岁 过时你自己连上都不值啊 为什么偏偏要装孩子呢 你二十岁 二十五岁了嘛 哎呀二十岁 你不要把你打得那么年轻 以后不是小孩 你再嫁到我这个家来干嘛 你要不再也断奖我吗 当初嫁给你儿子的时候 我不是为了帮你家延续生活 生育工具有跟你说 我就 喜欢你儿子在结婚的 哎呦 那你家来这个家就是为了跟我儿子 那你们老了怎么办 啊 你管我干嘛 为什么偏偏要生孩子呢 不想不行啊 再说了 生了孩子 生财又走样 出去自由都没有 然后二十一天 围着那个孩子赚 我都不用玩了是不是 你还用玩 人家说是结了婚 是靠你 也去想我 我儿子是九代单产 在你这里 你就是不给我生存子 我要你而用 老妈 你也不用多说了 该说了 平时我也说了 不小了 啊 新时代的女性就是这样 就觉得生孩子 身材又走样 啊 要那个不防备化妆 要不能自由 要不能去夜场唱歌喝酒 我说不通她的 那儿子啊 你要这种女人来干嘛 战队的断相伙怎么办 我要抱孙子啊 回去 为什么天天要孙子孙子呢 人家说你出了孙子 你又没有其他生活是不是 那你老了 你自己爬到山上的青鸿村去嘛 哎呀 你管我干什么了 什么事 什么不要吵了 吵也没有 我能离了 他这人能说通 早就说通了 啊 他就是觉得那个 人家要去夜场玩好玩 啊 婚都离了 让他救了 他就觉得跟闺蜜去喝酒好玩 好啊 你就离了更好 我天天可以逛街 天天跟闺蜜逛街 看电影吃饭 你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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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我儿子重新找一个 好 记住 我走了 你给我等着 好 我去 哎呀 这种不会相当的急 上来进来 哎呀 哎呀 阿联快出来 鬼妹 哎呀 阿联我终于解脱了 哎哎哎 我单身了 离婚了 今天晚上放开了喝酒 可已经 蹦蹦蹦了 哎呀 走吧 哎呀呀 放开我先啊 这种东西我早就见了 你再说 我还要看小孩了 等一下我还要帮小孩补习工作 哪里像你啊 那么自由 我们前两年不是玩得好好的吗 当初就 被老公管着 没有放开了喝 哎呀 今天晚上 精心我请客 哎呀 你请客我也不去 我真的要看小孩啊 哎 我家的饭又糊了 哎呀 阿联你不是跟我最好的闺蜜吗 你走不走 我家饭糊了 我想逛街 我给你衣服 你自己去玩 现在怎么了 是人变了 还是我变了 小婷 闺蜜 小婷闺 亲爱的小婷闺 小婷门我来了 哎 哎 林大哥 哎 你老婆了 阿兰啊 我老婆看小孩啊 我想叫他去玩 你叫他去玩啊 今天晚上我请客 谁请客也不行 那我老婆的照顾小孩 哪里像你那么有空啊 你帮他看一下就可以了嘛 我们就去玩一下 没有我的工作 等下我要上夜班啊 你把他叫 叫你来再说啊 阿拉你不要叫他上 我都怕了你啊 根本就怕我了 我见老婆去完 又不是叫你老婆 做其他事情 我那不怕你吗 啊 你以为哥哥像你这样啊 你就一个人啊 喝酒喝了三更半月 经常是啊 夜不归宿 我告诉你 我怕你今天带我老婆去 把我老婆给带坏啊 年轻人就喜欢夜生活 没什么的 阿兰我跟你说啊 人这一辈子 终究是要回归家庭了 都是得那个 都要为这个柴米油烟 建筑查考虑的 你现在年轻完了 问题是过一段时间 你年老了 身边没有个伴 到时候你知道啊 后悔的来不及啊 八糟啊 你不给你老婆去 你就不直接说不给吗 你说那么多我干嘛呢 真的 我不就是为了觉得 你跟我老婆 以前是好闺蜜吗 我是建议你 对不对 你现在是年轻啊 那到底要你老了什么 哎呀 行吧行吧 不给去就不给去吧 真的是 那走了啊 阿兰我还想跟你说一下呢 说什么 以前你跟你那个老公啊 只要过得好好的 那干嘛就离婚了呢 天天逼我生小孩 我都疯了 他不疯我都疯了 哎呀 那女人的哪个家庭不要小孩啊 问题是我又不是他们家的生育工具啊 我是 一个 我有思想的 我是有独立思想的 动物 攻击动物的 哎呀 动物什么 以前有本书说的很好 有句话 叫什么呢 一个女人啊 有了宝宝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 不会错的 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 你又不要再来叫我老婆去办了 你好好考虑一下 我走了 那我先回去了啊 老公 妈 谁呀 老公 哎呀 原来是你这个少把星呢 什么叫少把星呀 老公回来了 哦原来是前妻呀 什么前妻呀 喊的我 别死人啊 干嘛 我们 婚都离了 你不要喊我老妈 老妈 现在都是外人一个 也没必要那么凶 哎 老公怎么那么丑啊 有什么事情啊 这个是谁啊 我恶心呗啊 谁 我老婆啊 他是谁啊 怎么那么快就结婚了呢 我前妻 前妻啊 对 你过来干嘛 我不是 什么好的 你看还是我好 我年轻漂亮 你看他多老了 你年轻漂亮 你都没完够呢 老公 现在我知道错了 我生 我愿意生 现在我知道了 没有孩子的女人 都不是完整的女人 你 谁给你做私讲工作了 怎么准备那么快啊 我自己想通了 我们生个儿子行不行 你个姑娘 给我一次机会 你不要动啊 现在是我老公啦 你别出声 我们领证我的 你不要骂我老婆 我知道你还爱我的 虽然说我老婆 好像没有你漂亮 但是 哎 也不像你那么 整天花枝糟糕 就知道就花点酒地啊 哎 老公 你说话不要那么难听 是不是 女人打扮了不漂亮一点 不是为了你带出去有面子吗 啊 什么年龄 该做什么事情 对吧 都是成年人了 刚才你也说了 没有孩子的人生 都不算完整的人生 你你跟我都不是一路人呢 你是知道了老公 你不要说那么多了 我们重新开始 但是你现在知道有什么用 什么可能呢 你别出声 我们领证了 一个吧 我孩子都生了一个了 我们 你还想打我们 对啊 只能说我们有缘无分了 现在有 我刚才婚姐姐了 孩子也生了 难道你让我们离婚吗 那不现实 你是把你的吧 你还是爱你的 你想什么话呢 现在现在我老婆对我也不错 哎 我知道错了 你就给自己会肯定 你没错 只说我们不是同路人 你去追求你的自由 没有 我们是一路的 你保持好你的身材 希望保持到60岁 还能保持这种身材 还有 去跟你的闺蜜好好玩嘛 随便你晚上 去喝酒喝到三刚半夜也行 抽烟也行 老公现在都没有人跟我玩了 闺蜜他们选结婚带孩子了 哎 有家庭了 你没完够 追求你的自由吧 当初叫你帮我生个孙子 你死硬不达 扑开 老妈也没见到个孩子 老公啊 去追求你的自由吧 老公 没找老公 老公 怎么办 还是看看 那个文文佛有没有介绍了 赶紧找个人嫁了 生个孩子 赶紧找个孩子 延估 told 你喝 keinen comes 想 你还能吃到